西匠市近年来 由国外传入国内的 一向极限挑战运动 挑战者多选择在夏季 从悬崖处沿着瀑布下降 凉爽 惊险又刺激 95后的师剑就喜欢这一运动 师剑到同古堡探险时 在山口发现了一个峡谷 峡谷里面有一瀑布 高十几米 轰轰有声 瀑布下是一汪碧绿清澈的深潭 师剑大喜 第二天一早就背上设备 要好朋友何一伟一起 前往峡谷挑战西匠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何以为比师剑大几岁 为人稳重 听后一愣 同古堡 那里不是有熊出没吗 公安部门严禁进山 的确 随着退更还林政策的推行实施 以及液化器在当地的普及 砍柴烧柴的人少了 同古堡的植被 慢慢恢复了往昔的繁茂 出现了黑熊等野兽 还发生过黑熊伤人事件 所以县公安局在山下定了警告牌 严禁进山 施剑说 我们又不到同古堡附地去 只是在山口西架 就算有熊来 我们在瀑布处 他也奈何不了 走吧 反正是周末 何一伟听后 由于再三 最后还是背上骑行包 跟着施剑走了 他们两人是在一次旅游登山活动中认识的 因志趣相投 且又住在同一个县城里 一来二去的就成了好朋友 车子开到红石村后 两人背起各自的设备 朝同古堡走去 现在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没走几步 两人就以大汗淋漓了 何以为问 那处瀑布 你是怎么发现的 施剑说 昨天到镇上办事 回去时绕到红石村 想顺便过来爬爬山 谁知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好去处 说话间 两人来到了瀑布处 一时 山外的暑气顿舞 何以为气喘吁吁道 这样的确是一个好地方 两人修整好后 就开始武装起来 穿好护膝 护肘 护掌 系上安全带 戴好头盔 之后拿出长长的防水净粒绳 在离瀑布最近的那棵柳树上拴好 就开始吸降 瀑布处的悬崖因长期被流水冲刷 长满青苔 阁外滑 实践沉着地用左手握住下降器 右手在胯后握紧 从下降器穿绕出来的主绳 面向瀑布 蹬住牙壁 身体后倾 就开始慢慢往下降 瀑布一击 全身湿透 他欢快地叫了一声 刺激而富有挑战 到了瀑布底部 尸剑松开双手 往壁潭里一跳 开始扬勇 却发现何以为还站在瀑布顶端 居高临下地往下看 就喊道 你怎么还不下来 何以为问 水怎么样 施剑说 正宗矿泉水 何以为笑了笑 忽然想起什么 收敛笑容后也开始蹊降 到了深潭 两人畅游一番 沿着侧面上去 又从瀑布往下降 何以为偏瘦 连降八次后 直说冷 因为潭边被树影遮住了 没有阳光 他哆嗦着 到瀑布顶部的大石头上晒太阳 留下施剑独自在潭中浸泡 完了八次吸降 新鲜感已过 施剑也觉得乏味了 看着瀑布旁边 那跟水打不湿的净地声 施剑突发奇想 何不来个速吸 吸降本来就是从速吸运动中 发展出来的一项极限运动 他游过去 抓住绳子 慢慢往上爬 这可比攀岩要困难得多 因为石壁滑溜 又有瀑布的阻力 不过他喜欢挑战自我 挑战极限 经过半个多钟头的努力 施剑攀爬到了瀑布的中部 那儿有一层茅草 因瀑布冲刷 整个往下垂 他抓住茅草想进一步上去时 发现茅草里面是空的 拨开一看 竟是个洞穴 刚才吸降是由上往下降 所以没有发现石洞 他钻了进去 发现洞口虽小 里面却很大 水流顺着茅草往下流 成了真正的水帘洞 借着洞口透进来的微光 施剑发现洞中有块大石头 旁边放着一个鼓鼓的编织带 有人来过 施剑好奇地打开编织带 里面塞满了矿泉水瓶 瓶中装着蚝油状的东西 石剑拧开盖子闻了闻 有股怪味 他想尝一下 又怕有毒 这是什么东西 好奇心驱使他往裤兜里面 揣了一瓶 他女朋友在医院检验科上班 想着拿去让他化验化验 爬出洞口 石剑继续往上速吸 可上面的石壁实在太滑 瓶流也猛 加上力气也已消耗得差不多 无法攀爬上去 只好西降下来 又到水潭里游泳 不久 何一伟出现在瀑布顶端 泡够了没有 泡够了我们就回去吧 石剑本想把发现洞口以及洞里 有一编织带的情况告诉何一伟 可这样一来 自己就不是第一个发现该洞口的人了 所以就只字未提 两人走出山口 发现前面的检查站那里 站着几名警察 警察抽出石剑裤带中的那瓶东西 看了看 又闻了闻 然后用随身携带的仪器测了一下 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石剑目瞪口呆 干啥 就算严禁进山 也犯不着靠人吧 警察威严道 少装算 又问何一伟 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何一伟惶恐道 我们一起到峡谷那儿西想 警察怒道 什么 要到峡谷那儿你才细讲 在这儿你就必须跟我细讲 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何一伟猜想这个警察 八成是没听说过西降这个词 就解释道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 警察挥挥手说 那你可以走了 何以为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警察晃了晃那瓶好友 鸦片 这瓶鸦片足以让这小子 把牢底坐穿 石剑叫冤 这瓶东西不是我的 是我在瀑布中部 那个石洞里拿的 警察眼睛一亮 石洞里还有吗 有 整整一边支带 那你带我们去看看 石剑为了洗刷罪名 走得特快 一致警察怀疑他想逃跑 把手枪拔出 子弹上膛 何以为紧紧跟在后面 心想周末出来玩 没想到碰到这种事 哎 到了瀑布顶端 警察给石剑打开手铐 此时何以为一把净利绳拴好 石剑来不及戴上头盔 就顺绳膝降 可快到瀑布中部时 绳子没拴牢 石剑四仰八叉地摔了下去 索性下面是深潭 只砸出个巨大的水花 人没事 石剑湿漉漉地爬上来后 何以为抱歉说 因为匆忙 绳子没系好 确认绳子系好后 石剑第二次西降下去 进了洞 一名年轻警察也顺绳下去 进了洞 警察打开防水手电 把石洞里每个角落都照了一遍 空无一物 不禁生气道 你在耍我们吗 石剑说 奇怪 刚才我们在这儿西降时 那袋东西还在的 我们离开又回来 前后不过半个多钟头 怎么就不见了呢 警察可不相信石剑的话 在你身上发现毒物 你就有贩毒的嫌疑 带走 何以为看着石剑被警察压出山口 呆立了半上 他回望了一下 茫茫苍苍苍的铜古堡 决心无论如何 也要把那袋东西找到 他知道石剑是不会说谎的 可是谁在半个多钟头内 把那袋东西拿走了呢 何以为刚才已经发现了 蛛丝马迹 他在拴净利绳时 发现西边半干不湿的沙地上 映着几个陌生的脚印 他正是为此分心 没有把绳子拴好 至此事件摔了下去 他本想报告给警察 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所以就没说 现在何以为蹲下来 细细查看那几个脚印 从鞋纹上判断 那人穿的是解放鞋 何以为在旁边踩出两个脚印 却没有那人的身和大 可见那人体重比自己重 赶到森林里乱窜的人 不可能是胖子 由此可知那人长得高大壮实 何以为来到瀑布下面的深潭边 在一处施尼那儿 也发现了同样的脚印 可以断定 那人趁他俩离开后 在那颗离瀑布最近的柳树上 系上绳子 之后吸降到瀑布中部 惊动拿走了那袋东西 再下到深潭 之后上来 解开绳子 然后逃之夭夭 何以为看到柳树旁边的那串脚印 是跨溪而过的 所以也跳过溪流 试图发现更多的痕迹 何小溪对岸是一些碎石 没有脚印了 何以为在附近找了找 在一层藤壮植物 倒勾勒旁边的石块上 发现了一些血迹 血迹还没有变污 说明洒落时间不长 那人很可能穿的是短裤 光着小腿 在经过倒勾勒旁边时 不小心被上面的印刺挂了一下 血珠低了下来 何以为顺着血迹往前走 到了一块平整的白石那儿 四周再没有血迹了 何以为看到白石边上 扔着一个喇叭捅烟头 及自己用小方块白纸 卷烟丝稀的那种土烟 再往大白石上看 上面撒了一些黑色粉末 何以为捏起来细看 又嗅了嗅 确认是黑色火药 想必是那人倒火药出来止血 仿佛为了印证何以为的判断似的 密林深处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枪响 深山老林里 偷猎者朝黑熊开了一枪 没有打中 黑熊直立起来 扭头看到袭击者 便嚎叫一声 猛扑过去 火药枪没有连发功能 偷猎者连忙从背上取下那只改造过的射钉枪 向黑熊射击 打中了黑熊的左前掌 黑熊大怒 扑的扑到偷猎者跟前 扬起毛茸茸的右前掌 一掌把射钉枪扇到一边 偷猎者举起火药枪抵挡 黑熊又出一掌 路兵火药枪咔嚓一声断了 偷猎者气枪奔逃 黑熊猛追 森林里藤蔓很多 偷猎者跑得磕磕绊绊的 黑熊却格外熟悉地形 偷猎者被一根枯枝绊了一跤 摔了个狗吃时 黑熊上前 正欲复仇 啪 啪 两声低沉的枪响 黑熊倒地 偷猎者爬起来 大口喘气 惊魂未定 四处张望 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从一棵大树后面走出来 腰间跨着一支枪 手里煮着一根木棍 左臂上戴着红袖标 偷猎者眨眼细看 红袖标上印着三个字 护林园 偷猎者发自内心地说道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说着掏出一袋烟丝请对方吸 护林园走过来 上下打量了偷猎者一番 对方高大壮士 上穿一件迷彩短袖衬衣 下掏一条牛仔短裤 小腿上被什么东西挂出几道血痕 已经结了黑色的夹 脚上蹬着一双半旧的解放鞋 护林园质问 严禁进山 严禁偷猎 所有枪支必须上缴公安机关 你为什么明知故犯 偷猎者诡辩 黑熊伤人 留他干什么 我家的猪 就是背下山的黑瞎子吃掉的 护林园说 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偷猎者黑黑笑道 可你还不是把他杀了 这样吧 熊掌 熊胆归你 其他的给我 护林园义正词言地说 放屁 要不其他的都归你 我只要熊掌 偷猎者说着抽出腰间的砍刀 就要去砍熊掌 护林园扬起手中那根登山棍 狠狠地朝偷猎者的后脑勺打去 偷猎者闷声倒地 待偷猎者醒来 发现手脚已被绑住 自己被仰面掉到一颗歪脖子树上 头部离那黑熊的尸体不到半米 黑熊身上那股骚位直钻鼻孔 偷猎者艰难地扭头环顾 看到护林园正坐在旁边的大石头上 一边吃干粮 一边喝矿泉水 偷猎者哀求 大哥 就算你不愿意把熊掌分给我 也不要这样对待我呀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护林园狠狠地说 这样对待你算轻的了 你至少犯了四宗罪 非法制造枪之罪 非法持有枪之罪 非法狩猎罪 偷猎者说 你还不是一样 大哥别说二哥 况且你还执法犯法 大家都不容易 护林园扬扬手中的枪说 我这是麻醉枪 一会儿黑熊会醒过来的 我并没有伤害他的性命 偷猎者顿时惊慌起来 那你还不赶快把我放下来 黑熊一醒 我就没命了 护林园笑笑 我刚才说你犯了四宗罪 还有一宗 盗窃罪 你把从利刀侠瀑布中部石洞里 拿的那袋矿泉水 藏到哪里去了 偷猎者叫区 我没有拿呀 利刀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利刀是汉字的偏旁 少跟我装算 护林园走过去 将那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 往偷猎者朝天的鼻孔里到 偷猎者被呛得咳了起来 可他还是说没拿 护林园见对方顽固 就抽出一把短刀 你在偷猎者的喉咙那儿 说不说 不说就给你放血 说着把刀往下压 偷猎者哀求道 你先把我放下来再说 护林园说 说了再放你 偷猎者只好告诉他 离这儿不远的大师陛下 有一个溶洞 东西就放在洞口的灌木丛里 护林园到大树后面背上背包 就朝大师壁走去 偷猎者说 你把我放下来呀 护林园说 我去拿到东西再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护林园来到那个溶洞 果然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但他并没有返回去 把偷猎者放下 就让他葬身雄腹吧 谁叫他到这里来偷猎 护林园狠狠地自言自语 第二天 东方才露出鱼杜白 就有一条黑影 趁检查站的警察和林业园 还没有上班之际 偷偷溜进山 森林里很昏暗 灌木丛上的露水 很快把他的裤脚打湿了 但他全然不顾 只是匆忙而稳健地走着 路上遇到好几头熊 但黑瞎子们一看到他 马上避让 那些都是被他打过麻醉枪的 认得他 知晓他的气味 有一头年轻的公雄不知厉害 对他张牙舞爪 他举起那支 有些像冲锋枪的麻醉枪 朝公雄开了两枪 公雄应声倒下 他看也不看 继续爬山 两个钟头后 他爬到了山顶 满头大汗 此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他把那件绣管上 别着护林员绣标的外套脱下来 擦了把汗 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群山 眼前是个大天坑 但在近处看不出来 徐在高处航拍 才能看出天坑的模样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捆带钩的绳子 勾住石壁上一棵球区的松树 然后顺绳向下滑到天坑 到了天坑底部 他掏出遥控器 一按 那个钩柱松树的铁钩就松开了 绳子一抖 蛇一般缩了下去 不见踪影 护林员收好绳子 学步鼓鸟叫了两声 之后走进旁边那个昏暗的石洞 石洞里用木头搭了两张简易的床 因为不通风 空气很污浊 护林员掀开其中一张床的被子 一个睡得正香 满脸落腮胡子的男人 像弹簧一般做气 打了个哈欠问 怎么了 老大 护林员骂道 你还有心睡觉 这里不能带了 得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洛塞胡揉了揉 轻松的眼睛问道 怎么了 大清早的 护林员叹了口气 森林里有人偷猎 洛塞胡笑了 他偷他的猎 我们干我们的事 井水不犯河水 护林员骂道 你傻呀 偷猎必然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警察一来 这里还能带吗 洛塞胡不以为然 森林警察一直就有 但他们也就管管 乱砍烂罚和偷猎什么的 很少爬到山顶 就是爬到山顶 也发现不了天坑底下的秘密 再说 现在花儿全都泄了 就更难发现了 话虽如此说 但护林员还是十分担心 因为有一瓶鸦片 落到了警察的手里 警方一定会顺藤摸瓜 找上门来的 但他不想把此事对洛塞胡说 因为那是他的过失 前天傍晚 他把那袋装在 五十个空旷权水平里的鸦片背下山 走到利刀霞时 看到山口的检查站那儿 有几名森林警察 就连忙把东西藏到瀑布中部的石洞里 以为那儿最保险 之后等到检查站没人了 再把东西弄回家 谁知偏偏失剑约他到利刀霞西想 偏偏失剑发现了石洞 偏偏失剑还揣走了一瓶 本来很隐秘的事情 就这样暴露了 这个神秘的护林员不是别人 正是何一伟 他那个背包里 时刻装着麻醉枪 和伪造的护林员的服装 为的是随时化妆 掩人耳目 何一伟跟洛塞胡都是登山爱好者 前几年 同古堡还没有黑熊时 两人曾登到山顶 发现那儿有个大天坑 两人兴致勃勃地下去探险 几年后 黑熊在同古堡出没 病伤过人 警方就严禁人们进山了 恰巧这时 何一伟跟洛塞胡合伙 做的药材生意亏了 就突发奇想 到同古堡山顶的天坑里 去种婴塑 煮鸦片 卖给制毒分子提炼 或自己直接销售 既然警方严禁人们进山 那就相当于给他们 加了一道保险 年初 两人在不法药材商贩那儿 买到婴塑种子后 就到天坑开荒播种 因天坑底部 有一层常年累月的 落叶腐烂后 形成的有机制 肥力很强 婴塑长得格外好 到了三月份 碧绿的夜丛中出现了花雷 四月 碑壮的花朵热烈开放 格外妖野 像一只只吃人的嘴 又过了两个月 花瓣凋落 椭圆形的硕锅挺立在枝头 又过两个月 果皮变得绿中带黄 就可以收获了 因为此时马飞含量最高 接着 何亦伟和洛塞狐 从婴塑朔国里 收集出枝叶 制成生熟鸦片 两人把收集好的生熟鸦片 全部装到背包里 整整两大包 一人背一包 出洞时 洛塞狐给何亦伟递了一瓶矿泉水 何亦伟见没开过风 就拧开来喝了几口 心里盘算着 走到半路就把洛塞狐干掉 独吞鸦片 两人攀绳爬上天坑 一路下山 走到半山腰 何亦伟拿出麻醉枪 正想朝前面的洛塞狐射击时 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倒在地上 原来 洛塞狐早就在那瓶矿泉水中 投放了无味毒药 之后用强力胶把盖子小心粘合 看着就像没开过风一样 洛塞狐折回来 踢了何亦伟两脚 后者像死猪一样一动不动 洛塞狐冷笑着 拿过何亦伟的那包鸦片和麻醉枪 继续往山下走去 站住 别动 四周响起一片吆喝声 洛塞狐一看 一圈警察从四周的灌木丛后站了起来 他知道无法逃脱 只好束手就擒 他搞不懂 警察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是偷猎者报的案 那头黑熊醒来后 看了看掉在歪脖子树上的偷猎者 偷猎者心想这次他必死无疑 但毫无办法 只好装死 也许是麻醉药的作用 那头黑熊不再那么发狂 他站起来秀了秀偷猎者 张嘴把绳索咬断 偷猎者东地掉到地上 黑熊又秀了秀 然后慢慢走开了 偷猎者确信黑熊一走远 就滚到那把砍刀边 把捆在双手上的绳结 在刀刃上来回去 最终把粗绳锯断 接着又把绑住两脚的绳子解开 他怕黑熊回来 连忙下山 到派出所报案 因为他十分气愤 护林员这样对待自己 警察拿出那瓶收脚的鸦片 问 你从瀑布石洞中偷来的那袋东西 是不是这个 偷猎者细看后说是 他是红石村的村民 对铜古堡很熟悉 丽刀侠那个瀑布 只有夏季水大石才有 冬天枯水季节是没有的 他小时候就知道那儿有个石洞 曾进去玩过 昨天傍晚 他到丽刀侠旁边的一棵大树上摸鸟蛋时 看到一个人背着一个编织袋 鬼鬼祟祟的下山 可到了丽刀侠那儿 那人对山口张望了一下 就把包放下 取出绳子 从瀑布那儿坠下去 将那个编织袋放到了瀑布中部的石洞里 偷猎者纳闷 那个袋子里装的是啥东西 值得冒险放进瀑布石洞 肯定是值钱的东西 那人走出山口后 偷猎者想到瀑布那儿去拿 可没有带长绳子 只好作罢 加上天黑了 就决定明早再来 第二天上午 偷猎者拿上长绳子 背上火药枪进山 却看到有两个人 在利刀侠那儿玩耍 只好坐到灌木丛后面等 那两人玩够一离开 他就立马上去细绳子 缩到瀑布中部 进洞 把那袋东西提了出来 藏到附近的溶洞口 之后就去打黑熊 警察把检查站的监控录像 放给偷猎者看 问那个护林员 是不是这个瘦子 偷猎者说是 警方马上锁定何一伟 派人监视 今天早上天刚亮 何一伟一出门 警察就紧紧跟上 警察没在天坑收网 是怕犯罪分子困兽游斗 造成警员伤亡 再说可以借犯罪分子之力 把脏物背上来 警察决定到了山口再行动 那时人赃巨祸 不法分子就是插翅也难逃 没想到洛塞胡却提前行动了 洛塞胡被控制后 警察问明何一伟中毒的原因 给他打了一针 之后叫洛塞胡背上何一伟 其他人 一部分背上那两个 装满鸦片的背包下山 一部分到山顶天坑 捣毁英素种植窝点 经过洗胃 何一伟被抢救了过来 何一伟见警方救了自己 便如实招供 警方在何一伟的住处 查获了那个装满鸦片的编织袋 真相大白后 尸剑自由了 他对何一伟怒道 我们做户外运动 是为了强壮自己的身体 可你却中应速制造鸦片 损害别人的身体 你也太不地道了 何一伟听后十分愧疚 昨天尸剑在警方的监视下 拉着绳子 到瀑布石洞去找那袋鸦片时 何一伟是故意吸不牢绳子 让尸剑摔了下去 如果尸剑摔死 即使找到鸦片 也可以栽赃给他 何一伟发现 自从种植英素烧煮鸦片后 自己的心变得格外的黑 他当即给尸剑跪下 哭道 我对不起你啊 尸剑说 你岂是对不起我 你对不起所有的人 你只有改造自新 从头做起 才对得起你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